这个女人梅春正在仓皇逃跑 后面追着的是她的丈夫德龙和村子里的老光棍 德龙把她当成赌注 输给了老光棍 硬逼着她去伺候 梅春宁死不从 直接跳进了水里 被救上来之后 她的日子也不好过 其实她就像大多数二十年代的农村妇女一样 淳朴勤劳 善良贤惠 且容貌清秀 对丈夫德龙是逆来顺受 只是因为结婚三年 一直没生孩子 变成了丧门星 饱受虐待 精神摧残 再加上肉体症 村子里的女人们 刚开始是背地里说闲话 现在就算当着她的面 嘴里也是不甘不敬 梅春只能日日烧香拜佛 去庙里求菩萨保佑 希望能赐给她一个儿子 依旧不管用 德龙对她的态度是越来越差 吃了一口冷饭 便砸了碗筷 罚她下跪一整晚 家里穷的是叮当响 她还爱上了赌博 经常深更半夜的出去 留她一个人在家里心惊胆战 每每输得急了眼 老光棍们就起哄 拿漂亮的梅春当赌注 说什么 老婆就是吸胶水 泼了一盆还有一盆 梅春多次以死相拼 能活这么久 也是奇迹 1926年 大革命的洪流涌向了农村 村里来了两位青年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成立了农民协会 赌博等违法行径被取缔了 展开了浩浩荡荡的妇女解放运动 号召剪掉发剂 梅春依旧是心如死水 反正生活怎么样都无所谓了 很快 村里又开始招兵 德龙听说进入以后 不做事也能有饭吃 有钱滑 争着抢着想加入 可是他臭名昭著 干啥啥不行 打老婆第一名 大家都很嫌弃 德龙下不来台 保证自己不再打老婆 也戒掉赌博 会长看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做保证 便给了他一个机会 去总部当兵 要离开家两个月的时间 梅春一个人在家 想去农会举办的夜校上课 德龙一听就活大 女人上什么学 能生儿子才顶用 好好待在家里 哪也别去 梅春一听 便不敢再提了 可鼓励女性上夜校 让她们学习知识 思想解放 是农会的一项重要职责 会长为此亲自跑了很多家 像梅春这样被压迫的典型 更不用说 可她心里惧怕丈夫不肯答应 还有陈寡妇家 她的丈夫去世很多年了 她不仅要为她守节 还要伺候着恶婆婆 会长把夜校的课本 送到她手里 她也不敢要 好在最终经过不懈努力 夜校的课堂里坐满了人 梅春也来了 会长教她们读书写字 宣扬男女平等的思想 梅春被教写了回答 男女平等到底是什么 在她的眼里 男女平等就是男人不打老婆 大家哄堂大笑 可这已经是她最奢求的事情了 下课之后 大家举着火把回家 村子里的老光棍 故意在梅春回家的路上拦截 她拼尽全力 把她推下了水 这才逃过一切 吓得她都不敢上夜校了 会长听说了这件事 便提出送她回家 老光棍的坏主意 没办法继续了 就在村子里传播流言蜚语 说梅春故意勾引会长 一传十十传百 梅春的名声坏掉了 到哪儿 都有人朝她吐口水 她把自己关进家里 会长来劝都没有用 她自己烂透了就算了 可不能给会长惹来污名 老光棍还是不罢休 又去镇上找了德龙 恭喜她戴了绿帽子 本来就嫌弃当兵苦的她 恨不得要杀了这对金夫淫妇 一回家 就对梅春全打脚踢 她也想过逃跑 可她早已没了娘家 又能逃往哪里呢 屋外下起了雨 德龙打得更起劲了 直接给她扔到外面淋雨 最后还是农会救了她 她再也不敢再回去了 便一直留在这里 眼瞅着伤好的差不多了 德龙跑来要人 妇女协会当众判决两人离婚 德龙大闹起来 在这个村子里 还没有女人主动提离婚的呢 梅春要是想不当她的老婆 除非是死了 白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她不好下手 晚上就偷溜着过来撬锁 发誓又杀了她 结果搞错房间 误伤了会长 这村子是没办法待了 只能逃往外地 梅春非常自责 担负起了照顾会长的重任 时间久了 两人渐渐生出情愫 梅春不敢接受会长的表白 觉得自己这么一个离过婚的二手货 怎么能嫁给会长这样有学问的人 她根本就不配 农会里的人不停的劝导她 寡妇不能改嫁 这样的老传统早就应该破灭了 她善良又贤惠 跟会长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 最终梅春遵从了内心的想法 嫁给了会长 她第一次真正意上 体会到了男女平等的意思 不用伺候她洗脚 不用当仆人用人 会长带着她不断学习进步 解放思想 梅春越来越能独当一面了 成了农会的中流砥柱 在她的说服下 来参加夜校学习知识的女性 越来越多 村里的寡妇 也摆脱了恶毒的婆婆 勇敢地追求幸福 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 农民运动惨遭镇压 会长带着梅春逃跑途中被抓 一同关进了监狱 这时候 她发现自己怀了会长的孩子 再苦再难 她也熬下来 期盼着一家三口团聚的日子 可等来的 却是会长被处决的消息 一时间天昏地暗 她早产生了个男孩 没多久 德龙又逃回村子了 得知梅春生了个娃 算日子应该是自己的 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德龙找来乡亲们一起做宝室 把她接了出来 梅春一看到她 直接吓晕了过去 可这乱日里 带着孩子的她 只有苟且偷生 看在儿子的面上 德龙也没有太为难 不过 梅春已经不是以前的梅春了 不会端茶倒水 不会伺候的洗脚 身边随时带着一把镰刀 德龙要是敢乱来 她就跟她拼命 没多久 老光棍又来使坏了 她从监狱看守那里得到了消息 孩子是早产的 不是德龙 而是会长的 她气得回家抓起娃娃 就要往河里扔 梅春拼命反抗 她才扔下 日子又回到了以前那样 德龙天天赌钱打她 找野女人 梅春无数次反抗 想要逃跑 为了孩子 她也忍了下来 儿子在她的泪水中 一天天长大 德龙越看越不顺眼 不是打就是骂 也不肯给她吃饱饭 落下了一身的病痛 一次踩水车的过程中 不小心掉下了水 烧了好几天 迷流之际还在问为什么爸爸不喜欢我 梅春这才告诉她真相 很快她就去找亲生的爸爸 孩子是梅春唯一的寄托 现在她什么指望都没了 再也不想留在这个坟墓式的家庭里 义无反顾的驾着小船离开 这部1984年的电影 一个女人的命运 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把20年代女性的悲惨命运 彻底的展露了出来 女性能有现在的地位 是一代又一代的母亲们 用泪水反抗来的呀 所以更应该要自立自强 解放思想 把命运的决定权 握在自己的手里 好了 这里是悟空闹电影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感谢观看